北京时间8月27日,2018年南兰亚运会四分之一决赛,中国队最终以35分大胜印尼,昂首挺进半决赛。 在接下来的四强赛中,中国队将迎战中国台北队,不过,就在中国南兰大胜之夜,央视却遭到了诸多网友的吐槽。 这究竟是为啥呢?与印尼一战,中国队赢得还是比较轻松,毕竟,在纸面实力上,中国队还是全面压制对手。 首节比赛,中国队就建立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,半场比赛过后,中国队就奠定了25分的领先优势,双方的胜负一分。 不过,相比于赛场上波澜不惊的走势,诸位看球的同学的心情却是起伏不定。 在这场比赛中,央视亚运5虽然对比赛进行了转播,不过,转播的质量却非常一般,然而,转播画面差也就勉强凑合了。 可,令人难以接受的是,转播速度也是骂得惊人。 用网友们的话来讲,那简直就是看一分钟下十分钟的节奏。 有网友就吐槽说,为什么央视能这么卡?随后,又有一名网友补充说,而且画质还扎得不行。 还有的球迷更直接地表示,希望央视以后不要垄断亚运会等大赛了,希望央视以后不要垄断奥运会亚运会了,做得差得要死,太影响观感了。 还有的网友非常形象地描述说,这直播简直就是看一分钟卡十分钟的节奏,看五秒卡十秒,我看em,央视早点关门。 当然,也有球迷表示,那是你们的,网络不行而已,用流量看就不卡了。 不过,不管如何,作为亚洲最大赛事,且只有央视一家独播,在这种情况下,如此转播质量,确实让球迷难以接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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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